另一步要來看到是 台電四階 現在的申請範圍 一個被基隆市政府抓包 你得高到菜都居然申請範圍 還長腳會動嗎 四階延燒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接見了環保團體 就被問到這一題 非核家園還存在嗎 總統首度提到了 賴清德的核能緊急應變說 他說這是非常極端的緊急狀況 這是另類的缺電認證 就在基隆反四階的聲浪四起 學者說協核電廠根本不需要四階 四公里外就有基隆雨的地熱 那為什麼不蓋地熱電廠呢 我們先這樣講 蔡英文現在是在為了賴清德 提出來的極端狀況 做說明要去說服環團說 大家不要擔心 我們的非核家園還是存在 可是等等 誰定義非常極端 誰告訴你什麼時候可以重啟 都是政府 所以政府站出來說 我定義非常極端大家不用擔心 所以不會發生 可是我們問一句 單純的技術面的考量 什麼樣子的狀況下 核電廠可以隨時重啟 極端狀況會先跟你預告 解放軍說不好意思15天之後 我們會打來先請你熱擊 當然不會 所以蔡英文現在講的講法 科學上做不到 核能電廠要重啟 重新插入反應爐的燃料棒 快則三天多則五天 還包含了圓能會的申請 所以現在蔡英文的意思是 極端狀況下我可以戒嚴 用軍法直接介入 那你等等 之前跟我講說核四 因為興建的不夠好 核一核二核三 因為已經除疫了 所以沒有辦法重啟 因為不安全 那現在極端狀況下 不用擔心安全 那這叫什麼非核家園 這叫極端狀況之下就可以放棄的理念 我是還團我也不放心 也就在2025非核家園緊固 之後一框下去 四接非接不可 問題四接你現在接不了 學者現在提出了 協核電廠根本不需要四接啊 我們先講兩件事情 第一個四接要到2032年才完工 對 2050年就要進零碳排的時候 天然氣的燃燒是會排碳的 它只是比較少而已 那你現在蓋了只用18年 你就要退廠不能再用 那你為什麼不一開始 就蓋再生能源的電廠 這裡有條件嗎 我們應該這樣講 其實這裡可以做所謂的濾氫 也就是你用太陽能發電 然後在這邊電解水變成氫能 這就是百分之來濾氫 然後透過氫能發電 就是燃燒氫產生水 那個加熱的過程 那是完全的濾能再生能源 可是你不做啊 你現在寧願填土 寧願建那些超大的燃料槽 但你不做 18年而言 怎麼會划算 更重要的是還有老師提到的 如果科學技術允許的話 其實外面有一個新賴海底火山 也可以提供500萬瓦的地熱的發電的可能 但這兩件事情 第一個 如果我們的科技追得上的話 這的確很好 但第二個 如果我們科技追不上的話 不是用另外一個證據告訴你 在外木山那邊放世界不安全嗎 你有一個海底火山耶 對 你反著想這不是更危險 所以這兩件事情都構成了 在這裡外木山 興建四階的必要性到底在哪裡 環團一路走來覺得 要嘛很快就沒用了 要嘛沒有辦法派上用場 要嘛有其他的危險 對政府而言 你只是為了要達到非核家園 硬蓋這些設施 好 隨便帶著我們關注這個 缺電危機的同時 常提到一個觀念也很好理解 那個綠能白天日照晚上要串流進去 那個電網經不起衝擊 它是會非常不穩的 所以我們提出了 幾個億的非常大的一筆金額 投入的兼顧電網 兼認電網 哇 現在傳出了 緩不計及這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先這樣講 台南6月1號的 因為它變電所故障 導致整個南科跳電 聯電還有晶圓報廢 這報廢就是整個生產線上 所有的晶圓都壞掉 不是一顆兩顆 一片兩片 但問題是 南科耶 那是全台灣所有再生能源 發展最領先的地方 但是它的75%的電力 還是外地來 所以我們講了 你今天做了綠能 你的電網不夠強刃 一直受到突發的電力 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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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網就會壞 所以強刃電網計劃 之前講了 據說規模要上千億 那結果現在 當我們已經開始到處跳電的時候 它才開始第一波的線纜標案 現在才開始要標第一波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 強刃電網要換傳統的線纜的話 要停電 你必須要停電了才能把新的線纜裝上去 那個施工不但慢 而且還會影響到地區的供電的時候 這樣怎麼會有呢 你現在太晚就跟你暑假過到最後兩天的時候 才跟我講說 我要開始趕暑假作業 絕對賣賣 我跟你講天氣在熱了 電網不夠強刃 電也可能不夠的情況之下 廠商他們不是就開始 拔樁拔銀到東協去了嗎 是 我告訴你 天氣熱缺電 躲都躲不掉 我們先這樣講 越南因為熱量清洗 用熱量機增要開冷氣嘛 結果北寧跟北疆省的工業區 分區停電 因為原來沒有用那麼多電 他現在忽然間用那麼多電 他只好分區停電 鴻海三星Canon都受到影響 更重要的是孟加拉 Bangladesh 因為熱浪的關係 缺電 然後颶風又來 結果天然氣靠不了港 現在孟加拉要停電兩週 請問四街 如果今天颱風也來 你的天然氣船可以靠得了港嗎 你剛描述的 從越南到孟加拉 天然氣靠不了港 然後天氣熱到處缺電 這就是台灣未來最害怕 面臨也可能會發生最恐怖的情境 對 尤其是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們的能源是沒有替代方案的 我們的能源是沒有接續的可能的 所以佟子嫻再接再厲 賴清德打他臉 蔡英文打他臉都不在乎 還是應該用核能減少碳排放 他說美國雖然是石油跟天然氣的 生產大國 但是台灣政府應該效法美國 20%核能 20%濾能 其餘60%煤炭跟天然氣 才有可能在2030年達到減半碳排 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 原因很簡單啊 我們上次講過你20%的綠能 幾乎有10%以上是晚上就沒有了 那請問你積載電力不用核能 你要用什麼方式在你晚上睡覺天黑的時候 還有能源發展 結果曾文生又跳出來了 果然不愧是政府找的 被造文書前科犯 他在這時候就出來救了 他說我們如果要用核能呢 要釐清技術法規核能安全 那你不是廢話 這樣子的講法 跟你之前講的為什麼不一樣啊 你之前說一定不能再用核能 一定要準時除疫 好啦 結果行政院5月31號 成立淨零科技方案推動小組 結果裡面 有核融核 2040年才能夠落實 地熱目前還沒有辦法追上去 不排除將小型核電廠列為淨零選項 記不記得當年郭台銘提到SMR 小型核電廠的時候 整個民進黨就翻過來了 結果5月31號的時候 他說我們不排除把它列為淨零選項 科學就會讓你的謊言被揭露出來 好 佩群你怎麼看 說了一個謊言 他用更多的謊來源 核能的優點 基本上缺點 這20年來都沒有什麼重大的變化 民進黨的省主牌 當時仍是毫不妥協的 就要把所有的全部核能機組停機 那我就問啊 他們當時喊出的口號是 2025非核家園 還是2025除非中共犯台 否則非核家園 那蔡英文在接近環團的時候 當然是接著賴清德的說法延續 他想幫他圓 可是圓的方法只是看出 民進黨的能源政策有多麼反覆 而且還有多麼反科學 因為當時大家支持核電 就是因為他燃料棒可以用18個月 是比火力 還有其他看天吃飯的風電光電 來得更適合 包括這個可能會有 呃台海軍事或氣候狀況的 這些備用其他電源來源 那燃煤天然氣大家都知道啊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買得到啊 運輸來台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國安限制 那台灣現在除了核一核二 還有即將停機的核三 核四的燃料棒你也都送走了 所以2025年之後 是一根燃料棒都沒有 那請問如果真的鬧到 這個兩岸軍事對立導致天然氣啊 煤啊都沒辦法送來台灣 那又誰敢送燃料棒來呢 還是說民進黨的主張是說要保存一批燃料棒 放在台灣 那某一個核電廠可以隨時啟動 那請問這種搞法能夠算是符合 當初他講的不顧一切 放棄核電作為遠離核災目標的非核家園嗎 所以就是說一個謊更多謊來騙 而且他不只騙黨外的人 他也騙黨內的人 董哥 蔡英文就這樣啊碰到環保人士 就講他們要聽的話啊對不對 那碰到工業界的人士 商業界的人士就告訴你 人員很穩定啊 那你到底 你的政策已經造成了整個人員不穩定 為什麼美國商會 每次開會第一個建議就是說 台灣的人員不穩定 我們怎麼辦 是不是 為什麼台積電要去投資 大家就想說台積電用了台灣多少電 將近十分之一耶 各位想想看 一家公司就用掉這樣 那大家怎麼辦 所以沒有電資苦 我們從四月五月就開始了 現在六月才剛開始 現在已經熱成這樣 大家都知道 可是台灣環保團體 本人就是虛情假意的嘛 所以蔡英文不必騙他們 他們願意被你編 只剩兩年呢 二零二五創下 電不夠怎麼辦啊 其實基本上呢 如果你想一個情境 夜藍人靜 心悅無光 所以這時候也沒有太陽人 也沒有風力的時候 解放軍千金騰空 萬船齊發 渡過台灣海峽 結果雷達沒電了 雄風飛彈沒辦法去掌控了 這時候怎麼辦 這個不是胡說八道喔 在一九九六 台海飛彈危機 李登輝不是有十八套劇本嗎 蕭萬長跟我們講過 當時的時候 那個小紅本裡面 十八套劇本 有一次 有一天 是在不給台灣人知道 那是誰 重要廠商夜間 台灣所有的電力 除了水利和核能之外 通通停掉 然後八個小時 能不能讓公路運轉 讓警政系統運轉 讓我們的國防 民航 能不能運轉 結果測試 那個是在台電的二十幾樓 中間調度中心 把它當成陣型式 結果呢 你能不能做到 可是那時候是 核一核核三都在的時候 那個時候 李登輝為什麼做這個測試 因為真正的有狀況的時候 你的天然氣是進不來的 你的煤也未必進得來的 還記得馬英九時代 馬力颱風在南海那邊 結果七天煤到 短了三天 差點台灣就要斷氣 所以我們的這個人員 李登輝就告訴你 所以今天蔡愛卿德 號稱台灣金孫 終於知道說當年的李登輝 號稱台灣之父的人 腦袋比你賴清德清楚多了 然後另外一個狀況 到了1998的時候 全國人員會議 那個時候也是一樣喔 很多的一個狀況裡面 大家都說 非核嘎園 限制核人配比 2025或什麼的 蕭萬長 還有那個劉兆權 快要扛不住了 差點要答應 那個是行政院辦的 當時其實 結果李登輝出來 警告他們兩個說 核人的問題是國家戰略問題 不是你們這樣子 輕易的可以思考的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講這個核人 你要確保台灣 你要告訴我們 那另外一個呢 還有一個狀況是 當然可以 你剛剛講那個除人的設施 你也可以花幾千億 把電網通通改成 工業用電 軍事用電 通通用這些火力 但是民生用電 用你的再生能源 用你的風力 你覺得老百姓可以接受 這麼不穩定的狀態嗎